花蓮黎明教养院上个月底爆发院内感染 院方在花蓮疫情指挥中心指导之下 采三区隔离方式来照顾院生 疫情获得控制 花蓮县五州公益协会日前带来15000元的捐款 捐赠了12件隔离衣 还有120份由五州中医院长郭芳如调配的防疫查包 期盼可以为院内师生交打气平安度过疫情 花蓮黎明教养院上月28日出现确诊个案 尽快筛集PCR检测 至5月6日累计有83人确诊 在花蓮县疫情指挥中心和地方政府协助下 院内感染以获得控制降温 但人力物力因此吃紧 花蓮县五州公益协会得知消息 5日由理事长何金兰带领协会一行人 前往教养院捐赠物资和款项 用行动为黎明防疫加油打气 五州公益协会知道这个讯息 马上就是跟黎明教养院这边的行政人员 做一个所谓的联系 知道他们目前所缺乏的有快筛季 然后有防护衣还有口罩 但是在市面上目前这个比较有指定的型号比较没有 现在都卖完了那我们就以现金的捐赠 还有库存的防护衣 还有我们的防疫查希望可以帮到我们黎明教养院的一些工作人员 老师还有院生都可以赶快康复 可以度过这次难关 因为这个社会现在疫情很很严重 大家都有尽一名博实力来 他说取自己社会用自己社会 非常感谢这些一些志工 你们这边的志工来服务社会 黎明教养院感谢花林县五州公益协会郭经理 特别带来了防疫物资 也就是隔离12件 防疫查包 还有善款一万五千元亲自带来黎明 这里也特别感谢亲自调配防疫查包的 五州中医诊所郭院长 我们会将这样的一个查包让我们的工作人员享用 花林县五州公益协会捐款一万五千元 12件隔离医 及120份由五州中医院长郭芳如医师亲自调配的防疫查包 愿黎明院生与工作人员都能平安健康度过疫情 黎明教养院院长邱淑义表示 不论是防疫物资或是捐款 对院方都能是很大的帮助 院内疫情获得控制 院生有一线人员是新照护者 黎明教养院将持续服务照亮心自障碍家庭 借着长邦夜宏理事报道